如果是土地成批人是团地等等的 我是支持收他们的 但是如果责任不在于成批人 应不应该收他们是不应该的 近日社会质疑新土地化存在流动 认为收回土地的规责问题不应该一刀斥 8月7日土地管理发展策略协会开几招 吴在权就说当年立法会小组 讨论新土地化都只是用了半年的时间 认为收法的过程够为闯缩 而且通过法律之后短短几年 已经出现了不少社会问题 另外立法会议员郑安婷也引用内地作为例子 会视乎实际的情况去处理 但是政府到现在这一刻 很多土地很多区的土地 他们尽体规划分区规划土地 他何来出规划建议土地 成批人有错和政府有错 所以这个我们会回答这20年 就会变合不合理的 而有负责石排湾土地项目发展的工程师 他就以这个区域发展作为例子 去讲明不被归责的情况下 一帮成批人的诉求 当时批出来的很多土地不是属地 所谓的属地 简单说至少应该要交通 道路要有 有水有电 有公共排水网 你才可以发展地段 但当时有些批击的土地 并不具备以上蕭东民所说的发展条件 他举例在90年代初已经批出的石排湾 当时政府有意规划成为工业区 本来就不具备这样的发展条件 但是1993年 当时奥埔政府又说有意将石排湾被断 再改为住宅用途 政府就发行咨询当时的土地成批人 发行当时它还是那山 什么都没移动 成批人收到封信 为了配合政府的发展方向 他们全部都是同意政府的方向 但是由1993年至2011年 足足18年时间 行政当局对于石排湾要兴建作为住宅区 做过什么实际的措施 居屋建的时候其实是说石排湾的居屋群 那里开好山 蝴蝶谷的工业区原来那部分 山体是仍未开好 仍未有道路 仍未有水电 仍未具备发展条件 肖东文就说在这个过程当中 成批人不断去信政府 咨询规划的进度 但是行政当局的回复都只是 仍在研究 请耐心等待 结果石排湾片区有十几幅的地皮 大多数在未收到规划条件图 已经过了25年的期限 只有两幅地皮是例外 但是 是2016年的4月份 政府才发出规划条件图给他 但是2016年的6月份 他就够25年 整批人从拿到规划条件图 到他入职 只是用了两个月的时间 但是政府由批地到落实 给规划条件图给他 是说用了超过27年的时间 他有什么可能会发展得到 所以肖东文就认为 新土地法逻辑存在问题 即使土地在不可规则的情况下发展不到 应该可获延长土地利用期 但是不延长批级期也没有用 他认为如果不收法 由经济的角度来说 会客怕发展商打击本路营商环境